台南是文化和美是一度 弁国和力都欠很多油客来这里游浪 不过少有民众向议员来欢迎 台南的听车条收费票是不清楚 就有民众过节来台南听车 一天就比收两千多块 因此议员丹一丁也在这孙当中 向着交通局建议 希望可以挂紧来改善 一台又一台起车 在听车业是听到真的很多 每个家里台南的听车条 是听到叉叉叉 对出的民众向议员欢迎 听车票是不清楚 着信民众收费票是很受益 议员丹一丁在这孙当中 也向交通局建议来欢迎 我发现说其实很多停车场 它的标示 其实有的是写15分钟多少钱 有的是写半小时多少钱 然后有的有写一天最高多少钱 有的也没有上线 所以就会发生说 15分钟如果是30块 那一个小时就是120块 那如果你一个不小心停了一个下午 就已经快500块了 然后你可能你进去的时候 只是突然30块很便宜 但是你没有去注意说 它是15分钟30块 所以我觉得那个标示上 这样会造成很多民众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是停车场业的主管机关没有错 那我们会跟法制单位再来联系看看 从管理的角度 我们应该要来就来加强它标示 清楚标示跟揭示的这个工作 听车票是不清楚的 着信不必要的消费求分 高通局也回应说会来改善 另外没有计划 提出地区停车架的交汇条 也有飘息不清楚的状况 着信这些民族不知道要如何来输用 可是现在目前遇到一个长辈抱怨的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长辈其实不会使用你那个停车柱 要怎么缴费他们不是很清楚 这个部分有没有办法加强去宣导 目前我们在停车柱上就是简明的 用123的步骤简单的叙述 我想我们会再跟 请同仁跟我们的这个BOT厂商再演绎看看 如何在这个比如说相关我们的宣导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有大恩宣导 那我们可以加强的相关的这个 目前交汇条有飘息交汇的损失 不过也是有很多人不需要输用 高通局也会跟相关的单位来讨论 并且还会跟大家来选择 希望在改善后 可以让各个人来选择这种新的交汇方式 去这里行为市议会彩虹报道